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一共和党人第三次阻止国防支出程序性投票 增加了政府在10天之后关门的风险 众议院以216票对212票的结果反对 就8860亿元的国防拨款法案展开辩论 六名强硬派共和党人反水 与所有民主党人一起投了反对票 国防拨款法案通常会以压倒性支持获得批准 这是麦卡锡遭遇的最新挫折 此前他召集共和党人举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议 寻求就避免政府关门的法案达成共识 投票失败之后 麦卡锡对记者说 他将继续执行从1月份开始的政策 继续工作永不放弃 要阻止政府关门 众议院和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 必须就短期或长期开支法案达成一致 然后再由总统拜登签署成法 而共和党人提出的夹杂了强硬派要求的措施 面临着参议院和白宫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周四表示 议长麦卡锡非但没有减少政府关门的可能性 反而再增加关门的可能性 因为他把时间浪费在了无法在参议院成为法律的极端主义提案上 另一方面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袍者川普周四呼吁关闭政府 他在出搜导平台上写道 国会共和党人能够而且必须从各个方面撤掉骗子桥外灯武器化政府的资金 这个政府拒绝关闭边境 把一半的国家视为国家的敌人 政治上的极限施压已经开始引起华尔街的注意 评级机构会议今年早些时候将美国债务评级 从3A调降至2A加 该机构称多次在最后时刻进行的谈判 已经威胁到政府支付账单的能力 来关注边境移民相关消息 联邦数据显示 移民执法机构在南部边境逮捕的移民人数 在9月份飙升至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这对拜登政府的移民战略构成了重大考验 据美联社报道 周三一群来自中国的移民在南加州偏远地区 向一名边境巡逻人员投降 他们与来自厄瓜多尔巴西 哥伦比亚和其他地方的移民一起 聚集在一个用树枝搭起的沙漠营地里 根据CBS新闻获得的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内部数据 执法人员在9月份的头20天 逮捕了大约14万未经授权越境的移民 平均每天约6900人 这比7月份的日均4300人增加了60% 本月料将有超过21万名移民被逮捕 这将是自去年12月和2022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两个月份都有超过22万名移民被捕 是目前的月度最高记录 非法越境人数的再度激增 是拜登政府移民政策所遭遇的重大挫折 过去几个月 国土安全部宣布的一系列政策取得初步成效 导致5月和6月非法越境人数锐减 但随着边境移民形势再度严峻 周三拜登政府宣布给予近50万委内瑞拉移民 临时保护身份 并向边境派遣了800名现役军人 作为已经在那里的25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的补充 在过去的两年半的时间里 边境巡逻队记录了前所未有的移民逮捕水平 其中包括2022年财年的220万移民 本月底结束的2023财年 也有可能达到这一水平 随着南部边境非法越境人数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德州官员本周发现了两具移民的尸体 其中包含一名三岁的儿童 据信这两名移民是在试图穿越边境时逆亡的 当地警方表示 这两具尸体都是在德州 为阻止移民越境 而在格兰德河设置的移动屏障以北发现的 北美餐馆老板们好消息 时刻通专业带接餐馆外卖电话 帮您解决招人难题 省钱又省心 中秋限时特会最高降五折 详询888-206-3982 来关注一项信用报告新规 拜登政府希望完全从消费者信用报告当中删除医疗债务 对此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周四概述了其拟异规则 以防止未付医疗账单影响患者的信用评分 根据CFPB的数据 五分之一美国人的信用报告上存在医疗债务 这可能导致一些消费者的债务螺旋式上升 并缩小他们在住房贷款和信用卡方面的选择 医疗债务是最常见的债务类别 CFPB发现在消费者信用报告上列出的所有第三方债务催收当中 58%是医疗账单 医疗账单的复杂性也使其容易出错 美国医疗账单倡导组织的一项研究估计 高达80%的医疗账单存在错误 CFPB主任乔普拉说 即使病人没有进一步的债务 这些账单最终也会被记录在病人的信用报告上 无数人花了无数时间来驳回这些错误 而且往往是在应对严重疾病的时候 CFPB概述了禁止EQFAX TransUnion等消费者报告公司 在消费者信用报告当中 列出医疗债务和收款信息的提案 截至2022年7月 这些公司不再将500元以下的医疗债务 列在信用报告当中 新规将使这种自愿做法成为强制性的 并扩大到所有的医疗债务 该机构还希望阻止债权人 依靠医疗账单来做承销决定 以确保在考虑借款人的贷款申请时 只使用非医疗信息 CFPB敲定最终规则需要时间 官员预计将在明年某些时候 发布正式规定 最新举措引起了债务催收业的反对 行业组织ACA International首席执行官 博塞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不幸的是 CFPB和白宫没有考虑到 与其他职业或行业相比 如果医疗服务提供者 在账单当中被单独列出 将会产生哪些后果 好 再来关注进球奖方面的消息 在周三晚上开奖之后 进球Powerable投奖奖金 飙升至7.25亿元 成为该彩票史上的最高投奖之一 周三晚上开出的进球投奖 中奖号码是16 27 59 62 63 红色进球号码是23 下一次开奖定于美东时间 周六晚上11点 根据进球官网的数据 目前的投奖金额估计为7.25亿元 一次性领取现金的价值为税前3.5亿元 这是进球30年历史上第八高的投奖 也是今年以来开出的第三高的投奖 进球表示虽然无人中得投奖 但全美售出了超过100万张中奖彩票 其中包括在乔治亚州和德州售出的三张彩票 与所有五个白球相匹配 两名二等奖得主还因购买了加倍券 将获得200万元的奖金 这已经是进球连续第28次开奖 无人中得投奖 导致奖时当中的奖金不断累积 上一次有人中奖是在7月份 当时加州的一张彩票号码匹配了所有五个白球和红色进球 赢得10.8亿元 这是该彩票史上第三高的投奖 无论购买哪种彩票中投奖的几率都是微乎极微的 赵彩中投奖的几率是3.02亿分之一 进球中投奖的几率是2.92亿分之一 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最新天气预报称一个横跨大西洋的天气系统 预计将在周五抵达北卡海岸之前升级为热带风暴 国家飓风中心在美东时间早八点发布的报告当中 说该系统中心将于周五晚上接近海岸 沿海地区近700万人处于热带风暴警告之下 预计在接下来的一天左右低气压会有所增强 预计在到达北卡海岸之前变成热带风暴 不管它是否会成为热带风暴 该系统预计将给东南部和大西洋中部海岸的部分地区 带来热带风暴条件 该机构称预计到周六北卡东部到维吉尼亚州东南部 将有3到5英寸的降雨 从周六深夜到周日 从大西洋中部到新英格兰南部的剩余部分 可能会迎来2到4英寸的降雨 与此同时 国家气象局发布了整个纽约地区的危险天气警告 该州将迎来强降雨 风速将达到每小时40英里 沿海地区有洪水风险 泽西海岸的部分地区也发布了沿海洪水预警 从周五晚上到周六 大西洋沿岸中部部分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龙卷风 来关注纽约的一起巴士测翻事故 周四下午一辆包租巴士在纽约一条高速公路上发生了测翻事故 造成40多人受伤 两人死亡 官员称当时这辆巴士冲下了繁忙道路一侧的路低 据介绍事故于周四下午1点刚过时 发生在纽约局郡瓦瓦安达镇附近的爱巴士公路上 目前还不清楚导致事故的原因 菊郡郡长纽豪斯此前介绍说 46人在翻车事故当中受伤 其中5人被送往地区医院 情况危急 官员表示 这辆巴士上载有法名戴尔高中乐队的成员 事发时 他们正在前往宾州一个乐队训练营途中 共计6辆巴士从纽约出发 上面载有约300名高中生 现场视频显示 这辆巴士横在84号周际公路旁边的斜坡上 似乎从公路上冲下 然后发生了侧翻 巴士一侧的窗户被砸碎 附近架起了一个梯子 纽约州警方证实高速公路15号出口附近的 西行车道被关闭 以进行事故调查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帮你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